昨天民眾信箱又發現了黑函攻擊院長 那院長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次選舉 從先前網路上的網軍抹黑 到實體世界裡面塞信箱 從台北到桃園 真的讓我們看到民進黨這次選舉 選風敗壞簡直就沒有極限 每天在跑輔選 我們自然就更危險 我也再要重申提醒一下 最近新北市警方破獲到 大家都知道的那個台灣版的柬埔寨案 很多求職的年輕人被騙 身為父母官的鄭市長 身為立法委員 法治委員會的鄭委員 鄭裕鵬委員 還有上面我們的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蘇貞昌院長 你們難道都無動於衷 還映映的在跑行程嗎 我們提出1280 顯然是吸引到我們市民的目光 也能夠符合市民的需求 我覺得他們看到這個反應 當然就做了一個1200 但是我要特別提出來 桃園已經執政快八年 基隆也執政了快八年 為什麼先前都沒有想到要做 看到我們提出1280 就趕快提出一個1200來應應 很顯然是為了選舉 第一時間交通部王國財部長的講法 和蘇貞昌院長的講法 是互相矛盾的 就表示說他們事先這個政策 端得非常的倉促 沒有協調好 蔣萬安辭了立委 那如何看鄭裕鵬是否要辭立委呢 蔣萬安辭立委顯示說他選市長 要替台北市民服務的決心 那鄭裕鵬立委跟蔣萬安不一樣 這個決定他自己要去決定 當然我要先跟我們樂天的球隊朋友們說 你們辛苦了 那個贏輸其實是其次的 重要是展現我們的運動精神 那當然我跟盧秀燕市長打賭說 看哪一方贏了 輸的那一方就到贏的那一方 去幫忙跑一天選舉 這個承諾我當然要實現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餘幫你來打折 請給我打折